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上去非常霸气 动力方面 新车将搭载一台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为153马力 此外 疑似新款大众图案L车型的工信部身贸信息也被曝光出来 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537 1834和1682毫米 轴距为2791毫米 相比现款有所增加 动力方面则将沿用与现款车型相同的动力总称 搭载一台最大输出功率为150马力的1.4T发动机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工信部还曝光了一组国产全新军威GS车型的申报图 该车在外观上相比此前曝光的全新军威普通版车型更加运动 此次也算是该车的首次曝光 据了解新车在动力方面搭载一台最大输出功率为254马力的2.0T发动机 最快有王在即将开幕的上海车展上正式亮相 近日奇瑞汽车官方正式公布了全新一代瑞虎5的预告图 新车定位于一款SUV车型 外观基本延续了此前Concept Beta概念车的设计元素 据悉新车将在即将开幕的2017上海车展上正式发布 预计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 日前奇点汽车正式发布了旗下全新纯电动SUV车型IS6 该车将会推出运动版和时尚版两种车型 提供5座和7座版可选 综合续航里程将达到400公里 与此同时官方还宣布这款车的预售价格为20到30万元 目前已经开始接受预定 日前有媒体曝光了一组雪铁龙C5 Aircross车型的申报信息 该车是东风雪铁龙旗下首款紧凑型SUV 其沿用了此前Aircross概念车的设计风格 据悉新车将于即将开幕的盛海车展上正式亮相 并将会在年内上市销售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明天再见咯